打个飞滴去看特斯拉超级工厂 位于上海宁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6月份一共生产交付了93,680辆特斯拉3和Y 平均每天生产3,123辆 这个数据简直是恐怖 就是这里全球效率最高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走跟着设计师一起 看看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哦吼还没进门就得把手机封起来 大家都知道全新改款的Model 3 已经在上海超级工厂里试生产了 所以这段时间的保密等级相当高 不要问我有没有看到新款的Model 3 看到了也不能说啊 何况根本看不到 这是第一次开放参观Model Y的汉装和总装两个车间 特斯拉在中国最大的创新 就是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本身 在特斯拉超级工厂里 除了最顶尖的工业科技 无处不在的都是极致的效率和降成本 与传统的汽车工厂不同 特斯拉的超级工厂是长条形的 这样做可以把每个环节都串起来 减少车辆生产的运转时间 从汉接到涂装再到总装 全部在滚动的生产线上进行 而且每个环节的速度非常快 生产设备的密度也几乎到了极致 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汉装 涂装 总装 电机 电池等车间 很罕见的全部做到了两层甚至多层 无数的升降机串联起来 最大限度的提升了空间的利用率 有如一座赛博朋克的未来城市 特斯拉超级工厂 四周的外墙有很多标着数字的道口 这些道口全部都直通生产线 供应商卸货后 零部件直接上产线安装 不做储存转运 特斯拉超级工厂里几乎没有缓存区域 最大化的提高效率 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工业机器人完成的 工人主要负责上料和监控程序的运行 只有在总装车间 人的工作才会多一些 比如你车上的特斯拉logo 都是手工贴上去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特斯拉确实是按照订单顺序生产的 你看生产线上 车身的颜色是混着排列的 每一个订单 匹配不同的电机电池 轮毂类式 都列入生产线的计划一一对应生产组装 所以并不存在买黑色车会交付更快的说法 疯狂压榨时间成本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对工人的生活可不降成本 你看看这一线工人的伙食可真不错 看到这里 我问你 特斯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其实就是成本控制 目的就是把车越卖越便宜 如果你问特斯拉还会不会降价 当然会 让所有人都买得起车 本身就是特斯拉的目标 好了 这里是设计师聊天车 持续为你分享更多新能源行业 有趣好玩的内容 点点关注